就是旁邊的人 我都希望大家作為家長或朋友 見到你旁邊的人有需要 都要幫幫 因為旁觀者清 可以轉嫁一些社工的服務 是真的 例如我做了很多不同的NGO 其實有食物供應 我作為醫生好像不關我的事 但我知道社會的資源 我們轉嫁給社工去拿這些資源 小朋友其實有學校是開放 讓他們回到晚上 就不用對著衝突 有人幫忙 然後屋內真的需要找社工介入 在金錢上申請一些基金幫他 社會上其實有很多資源 但如果我們困獸鬥是一個洞 其實是找不到方法 你越轉越不開心 但這班人有時跳不出來 因為情緒波動 所以我們作為社會的一份子 很老實 見到有人需要 真的要幫忙 我說幾年前有一個媽媽帶著一歲的小朋友來找我 因為她有情緒問題就來找我 走進來我就知道她轉頭就跳樓了 我問你有沒有想過傷害自己自殺 她不回答我 我說如果你不在 她還有一個六歲的小朋友 兩個小朋友怎麼辦 她說我不會讓她留下來 聽到她這樣就不用想了 按鈕叫救護車送她們去醫院 九前之間 她不肯上車 就在這個時候 她的電話響 我拿出來聽 我問你哪裡找她 她說我是她大兒子的同學的媽媽 我問你為什麼要找她 她說我最近見這個媽媽不開心 我打來關心一下她 真的是一個天使的電話 我就叫她 你可不可以現在立刻陪她去急症室 她說好 我來 真的陪她去急症室 媽媽入院 兩個小朋友 你也知道在社會上沒有人照顧就去醫院 這位女士就說 我反正都要照顧我六歲的女士 順便照顧我 你兩個都給我 幾個月之後 媽媽好犯了 回來多謝我們 看到事實真相 困逼 家裡的錢銀 家裡的居住 那些困逼其實是有方法的 不過要旁邊的人 所以今天我不是說困逼的家長怎麼處理自己 是說你就算不是太困逼 還看到這個世界 去幫一下人 這個世界是這樣 是需要這些幫助 是的 我們這麼多年我們都極之promote一件事 就是社會上的gatekeeper 幫忙我們可以在社會上做一個守護者 因為社福機構當然要做 或者是好像你們這些專業的精神科醫生也都會幫忙 但是社會這麼大這麼多人 很多時候我們要在社區裡面有朋友 有親人 有一些家長互相相識的 其實都可以做成一個很好的保護網絡 而家長本身當遇到情緒上的困擾 處理不了的時候 他們都要知道有其他方法是可以幫他們 當然可能要調整一下自己的 譬如說沒有了一份工作 可能有其他工作 但是就不是自己一向做的工作 我們要先調整自己去做著 接受一些生活上面的轉變 不要在死胡同裡繞來繞去 這件事我覺得也是很重要 整個做法就是一定是社會上所有人 都去照顧關心身邊有情緒困擾的人 這個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所以錄製這個節目我覺得其中一個重點就是 要讓社會知道其實真的很多人需要 我們那個和諧的建立不只是單從一個個體化去處理 就是整個整體社會去處理 由家庭開始 接著就是社群社區 多到整個社會 我想每一個社會的一份子都可以參與 但是我覺得一個很可惜的地方 就是香港過往都是比較一個經濟主導 比較競爭多的一個社會 那大家好像少了去關心精神健康這個問題 沒錯 也都不會去關心身邊人的精神健康 就是很多時候都是覺得有什麼東西 很小事而已 個個都是這樣的 就這樣就將那個問題帶過了 沒錯 但是其實這件事就沒有解決到 認知不足也是一個 是的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 來說 所以最近有什麼事情 最好的呼籲 真的是